花莲发生一起离谱的抢案 在7号凌晨 花莲港务警察4名远警 在花莲市追欺一名通气犯 没想到警用真房车 却遭嫌犯抢夺 开警车逃逸 警方立即通报拦查 在一个小时后是在吉安乡 找到了被抢的真房车 不过嫌犯已经逃逸无踪了 警方还在追欺当中 花莲港务警察在6号 深夜12点左右 获报39岁流性毒品通气犯 疑似在花莲市社区大楼前 进行毒品交易 两名刑警到场埋伏后上前搜捕 并通报真房车支援 将流嫌上铐押送 为了身材瘦小的流嫌 趁警方不注意时 从后座铺向前座把车开走 本总队刑事警察队 于昨天6日晚间2、30、30分 接获勤之 通气犯流嫌 可能会进行毒品交易 在花莲市区 本总队随即进行埋伏 并于本日凌晨10分 将他逮捕 另外通知本总队 后续资源警力到场资源时 将真房车为熄火 此次通气犯流嫌 从后座趁机跳往前座 将本总队真房车驾驶离去 经本总队扩大搜索 于今日凌晨10分 在吉安乡某巷口 选货本总队正房车 为流嫌 以逃逸无踪 本总队以动员 本总队援警 持续收捕 并携请 花莲县警察局 共同持续收捕中 警方随后凌晨1点多 在吉安找到了车辆 外观大致没有受到损伤 不过嫌犯已经逃逸无中 警方估计 嫌犯应该是还在辖区内 因此已经扩大警力 全力搜索 要赶紧将嫌犯绳之以法 此外 针对远警疏忽 让嫌犯轻松把车开走的事件 也会进行检讨和惩处 借学历情 花莲市报道